今天距离进口博览会开幕还有四天 为了让参观者了解更多的海外特色产品 海关制定了便利化措施 允许来自非疫区的暂未获得检疫准入的 动植物及其产品入境 昨天傍晚 一批多米尼加的未获准入的水果 抵达了浦东国际机场 并且完成了进口清关 几天后将在进口博览会上完成中国首秀 昨天下午总中500公斤的多米尼加牛油果 香蕉 菠萝抵达浦东机场的货站 海关官员对该批次水果实施查验 并抽取部分送实验室实施农残重金属检测 现场查验未发现相关植物疫情放行后 随即运往国家会展中心多米尼加国家馆进行布展 原本多米尼加的牛油果 香蕉 菠萝均未列入准许进口的水果名录 不过针对进口博览会上海海关按照安全监管便利通关的原则 对一些来自非疫区的暂未获得检疫准入的动植物 及其产品制定专门监管方案 通过风险评估 特许审批 口岸绿色通道专门查验放行 未来进入进口博览会的展馆后 海关还将对其实施进一步的监管 它尽管我们有专门的巡管 巡管我们要监督它的废弃物 不能随意地丢弃 然后现场经过企业的申请也只能试吃 不能允许任何形式的比如说作为礼物送给参观者 它只能通过试吃的形式来进行一定的消耗 进口博览会结束后 上海海关还将对剩余的相关动植物及其产品 实施销毁或者退运处理